这个爱看不良影片的少年 不仅思想龌龊 而且凶狠歹毒 2008年12月 她在安徽寿县 对林家女孩犯下的惊天血案 令十亿网友都深入痛绝 案发当天 胡妈妈像往常一样下地干活 走之前女儿盼盼正坐在院门口写作业 见女儿学习认真 胡妈妈心里还是非常高兴 嘱咐了几句就走了 当天地里的活不多 也就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胡妈妈刚完了活就回家了 院门是开着的 院门口的凳子小桌子都还在 但就是盼盼不见人影 胡妈妈以为是在屋子里 可找了一圈也没找着 难不成是跑到外面瞒去了 可这不应该呀 因为11岁的盼盼从小就乖巧懂事 而且性格也比较内向 从来不会不打招呼就乱跑 胡妈妈心头一紧 赶紧把丈夫叫了回来 两人在村里四处寻找 可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 第二天村里就开始传言说 有人当天看到盼盼 跟着一男一女出了村 难不成盼盼是被人拐卖了 盼盼的爸爸一着急就赶紧报了警 就在警察接到报案 搜集好资料准备开展工作时 又发生了一件蹊跷事 盼盼失踪的第八天 盼盼爸爸在自家院子门口 发现了一张被石头压着的纸条 纸条的大意是盼盼被他给绑架了 人还活着的 只要拿一万元 盼盼就会没事了 这封莫名其妙的信 有太多不合逻辑的地方了 如果是绑架勒索 那应该在盼盼失踪后较短的时间 就来要钱 怎么还会等一个星期 而信中对钱放在哪里 什么时候放都没有说明 这样一封没头没尾的信 更像是为了扰乱警方视线的烟雾弹 但这封信却让警方觉得 盼盼可能已经凶多吉少了 于是赶紧案件升级 让此案件由失踪案升级为命案对待 警方也加紧在村里进行排查 这时 办案民警在村里一处几乎没有人住的 老房子木质大门上 发现了一滴新鲜的血液 而且血液是从屋子里向外喷射的状态 这一滴血迹是否就是盼盼的呢 经过DNA对比 现场采集的样本就是盼盼的 看来11岁的盼盼果然是遇到了不幸 但问题是凶手是谁 盼盼的尸体又在哪里 而更奇怪的是 盼盼的血迹只在门口处找到一点 院子里其他的地方都很正常 这时 胡妈妈突然想起一个重要线索 盼盼失踪的当天 她在村里找盼盼时 曾经经过这里 当时 一个叫盐家住的男孩子 骑在院墙上 还在问胡妈妈在找什么 说起这个盐家住 那可是村里著名的一个小霸王 今年14岁 因为家里有点小钱 父母从小娇生惯养 盐家住不学无术 很早就辍了学 整日在村里游手好闲抽烟喝酒 俨然就是一个恶霸 而发现血迹的院子 正是他们家被闲置的老房子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住人了 为何当天她会出现在那里 好好的门不走 为何在骑在墙上问话 警方立即传唤了盐家住 虽然看起来凶狠不好惹 但毕竟是个小毛孩 刚问了没两句 手段还没上盐家住 就全交代了 是的盼盼 是他害死的 而这一切罪恶的源头 就是不良影片 整日 游手好闲的严家住迷上了 看不良影片 还搜集了一大堆 每日看到画面中的不良画面 从未经过人世的他 像着了魔一样 也要自己亲身体验 那日经过盼盼家门口 见到正一个人做作业的盼盼 心里的邪念就开始泛滥了 于是 盐家住谎称自家老房子里有好玩的 于是带着盼盼来到老房子 然后又假装没带钥匙 就让盼盼跟他一起翻墙 刚到院子里 他脑子里就只剩下原始的授欲 盼盼被吓得赶紧拍门呼救 情急之下 盐家住就拿起了地上的砖头 朝盼盼的后脑砸下去 看见盼盼倒地 他又拿了一床棉被将盼盼裹住 拖到了房间里 然后就一溜烟跑了 到此最坏的结果都已确定盼盼被害 凶手落网 但死去的盼盼去了哪里 盐家住所说的放置盼盼尸体的房间 也是空空如也 他自己也很奇怪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时警方想起了盐家住的父亲 不查不知道 一查竟然真的是他 好巧不巧 案发后没两天 盐家住父亲正好有事回村处理 去老房间的路上 听闻村民们说起盼盼的事 他也安慰了盼盼父母几句 谁知一回自家老房 看到盼盼的尸体就躺在房间的棉被里 凭着对儿子的了解 他知道这准是那个小王八蛋干的事 但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去投案自首 而是想着替儿子隐瞒 于是他找准时机 假借拖玉米杆子 将盼盼的尸体 拖到了隔壁县的一处老房 凭着自己做过尼瓦匠本事 将盼盼的尸体封进了楼梯间下面的水泥墙里 虽然天理昭昭 恶人终于被抓 但因为盐家住案发十年 仅十四周岁 并没有被处以急刑 而是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仔细算算 这小恶魔应该是在去年就出来了 想想真是令人气愤 你们说呢